記者 李浩雄 雖然影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徐醫師 減重手術顧名示譯 就是通過手術的方式來達到減重的目的 我們並不建議所有超重或是肥胖的人 都要進行減重手術 不過 如果病人無法通過其他方式來減肥 或是患有與肥胖相關的疾病 像是高血压、高血脂、关节炎、糖尿病等等 则减重手术可能是一种选择哦 什么样的情况才叫做肥胖呢? 我们可以依据身体质量指数 也就是BMI来做判断 BMI的计算方式为体重处于身高的平方 在台湾成人BMI小于18.5为过轻 如果在18.5和24之间则为正常体重 如果大于24小于27则为过重 如果BMI大于27即为肥胖 不要忘了减重手术的目的 是为了减少与肥胖相关的疾病 像是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睡眠呼吸中止症 减少心脏病、癌症和某些感染的风险 另外也可以降低死亡率 减重手术还可以让病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更为健全 以减少药物的使用 在提供手术之前 医师会先要求病人改变生活方式 即改善睡眠、营养和生活习惯 有时候可能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成功减重 目前健保局建议有以下情况者可以考虑减重手术 第一,严重肥胖、BMI高于40折 第二,BMI高于35 且患有与肥胖相关的严重医疗问题 包括糖尿病、严重的关节疼痛、睡眠呼吸中止症 高血压、高血脂等等 第三,年龄介于18到55岁之间 第四,经半年以上的内科减重治疗失败 第五,无内分泌系统异常或其他会造成肥胖的疾病 第六,无药物滥用或精神疾病 第七,无重大器官功能异常 并且能接受外科手术风险 有以上的条件就可以接受减重手术哦 手术后,病人还有许多功课要做 必须持续维持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 这样子才可以远离肥胖哦 减重手术主要是通过两个生理机转 第一,限制食物摄取 第二,减少食物吸收 减重手术会调节人体的神经反应和荷尔蒙的分泌 对于饥饿感和热量的平衡产生相当的作用 第一,限制食物摄取 主要是通过手术减少胃的储存能力 限制食物的摄取 第二,减少食物的吸收 主要是通过手术缩短小肠吸收的表面积 或转移有助于吸收的胆和胰脏的消化液 因此缩短了功能性小肠的吸收长度 所以降低了营养的吸收效率 减重手术不是说要做就可以马上做哦 大多数要进行减重手术的病人 在手术之前会有营养师、心理师、精神科医师、新陈代谢科医师 还有减重手术医师 会跟病人讨论许多手术前需要准备的作业 病人可能要配合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 等准备好之后才能进行手术哦 第一,营养师将说明在手术后可以吃什么以及吃多少 一个好的营养师还会教导病人有关如何准备食物 和阅读食物成分的讯息 帮助病人追踪卡路里的摄取量 营养师还会提供术后的营养计划 以帮助病人减轻体重 第二,心理师或精神科医师 会帮助病人应对心理压力和变胖的行为 有些心理障碍会使减重或健康饮食变得更困难 心理师或精神科医师会帮助病人改变行为习惯 而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三,新陈代谢科医师 会在手术前确定病人是否有其他代谢疾病 也可以开始进行初步的减重治疗 第四,减重手术医师 则会评估病人的身体状况 确定病人是不是适合接受减重手术 此外,你会跟病人解释手术的种类 以及每种手术的优缺点 另外,手术前积极的运动计划 不但可以先减重 也可以增加病人的心理和生理的强度 而且在手术之后 有助于病人持续的运动 增加手术的成功率哦 各位还喜欢今天的主题吗 如果有任何想了解的医学知识 欢迎留言给我或是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